蘇澳正由於開拓道路以及居民社區的數量增加 路燈的數量也相對增加到5000多盞 一年的電費約500萬元 造成公所的財政負擔 公所從10多年前推動路燈認養工作 獲得越來越多民眾的響應 而去年蘇澳正各界供認養約900盞的路燈 政長希望110年能有更多的善心人士 來熱心響應路燈認養 以點光明燈的心情來照亮道路 提供夜間安全的交通環境 然後來認養我們的路燈 那我們路燈 一盞是1000塊 這路燈的營養 很多人有幫我們問 所以說希望我們這裡的立場可以說多加推廣 讓我們更加的人 更加的人來給我們營養我們的路燈 幫我們一些建設 所以說現在公所對我們立場 尤其增加路燈的部分或是營養的時候 也都可以說現在我們很方便 希望我們各位立場可以 多多給我們的立民來隨便來推廣 響應認養路燈者可依他的意願 在指定的路燈上來掛設認養人的名牌 若無指定者會贈得認養人的同意之後 在人車出入平反路段的路燈 來掛設認養人的名牌 以彰顯認養人的功德 我們公所會繼續在這個路燈認養上面 來更加一把勁 我們希望每年都可以讓這個認養的 這個數量能夠越來越多 那我們也會透過這個公開表揚的方式 來表彰所有來協助公所路燈認養 因為路燈認養去照亮我們所有的每一個區域 所以我們在整個出入的時候安轉 大家會覺得安心 蘇澳鎮路燈認養以展為單位 每展每年的認養費用為1000元 在認養時一次記收 有意認養路燈的民眾或是單位 可向蘇澳鎮公所的建設客 以及禮辦公室來登記 宜蘭新聞記者石世民採訪報導